Dulia Dulia 不要拖你 又带谁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你一定要 比我幸福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有明星梦吗 现在要实现你的梦想并不难 各种各类的群星比赛 已在本地各个角落掀起热潮 比如说自从新加坡偶像诞生后 接种而来的绝对Superstar 校园Superstar 非常Superman 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本地偶像 实现了年轻人的梦想 EI理工学院也不落人后 在校园里举办了首届的MP Idol 比赛是由传媒与电影分院的讲师 Jonathan Fu策划的 走向那个多元化 除了学生在幕后有发展 目前就是 学生也可能走出自己 所读的那个 就是课业方面的一些知识 走出去 就是说可能你是一个 Engineering Student 如果你会唱歌唱得很好 为什么不要发觉 你另外一些 就是所谓的才华 这场大型的歌唱比赛 吸引了超过200名 伊安学生前来报名 可见宣传方面下了不少心思 但是过程中遇到一些状况 也是在所难免的 后来就在进行车的时候 就发觉到 原来学校也很多限制 收票方面的限制 宣传方面的限制 我还会牵扯到外面的一些人 比如说传媒方面的人 我的评判是哪里的一些人 想成为MP Idol 拥有一把好声音和舞台魅力 是不够的 在于这个表达方面 我们是找寻 比较表达的 比较自然的这个同学 MP给我的感觉就是 诶 就是他的亲和力在那边 所以我就说 诶 我希望从MP Idol 里面 看到这个亲和力 比赛终究是比赛 总会分出胜负的 但是赢了不要骄傲 输了也不要气馁 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每个参赛者 都是抱着一个 就是平常心去对待这次比赛 不要说就是把德士看得很重 在台上的时候 尽量放松 我觉得谦卑还是很重要 谦虚还是很重要 那我觉得自信一定要有 对 就自己所拥有的 有几个青春斗 没关系 戴牙哭 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活得很自信的 在参加比赛时 切场害怕是人之常情 但往往就是因为有朋友的鼓励 才让他们有勇气 有自信的站在舞台上 呃 因为我朋友叫我参加 被拉来参加 嗯 所有朋友帮我报名参加 比赛中也让他们认识到了 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吸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呃 基本上就是交了更多朋友 然后 嗯 舞台经验也增加 是从不同的参赛时当中 学到 呃 一些歌唱的技巧 我相信是这样子 无论你参加什么比赛 只要尽了全力 就算最后失败了 至少 你也曾经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过 不要让自己将来后悔 或是心中存有遗憾 有些事 没尝试过 又怎么知道不会成功呢 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就是好的开始 也是迈向梦想的一大步 通往梦想的阶梯 就摆在你面前 选择就掌握在你手里 只要你有勇气 你有自信 你坚持梦想 这舞台就属于你 掌声响起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 你我一样 就找我 我一样 我去玩 平衡 我去玩 我去玩 都拍拓 我来想 我地坑 看下 我 我